四个老婆 我只有一个 我觉得一个老婆多麻烦 一生一次的错误 不能掉死 你老婆在背后很火 好像四个很麻烦 比例不麻烦 不是比例的问题 麻烦 不用认为 四个老婆是好玩的事情 或者这个给男人乱玩的权利 实际上这只是给男人增加的压力 多的责任 这个老婆是四个家庭 你要养这个女人和这个女人的孩子 女人会工作吧 不管工作不工作 家庭的可能是男人 因为根据我们这边的传统文化 女人不用工作 男人在外面工作 这样才会互相了 只是现在很多人都欺骗女人说 你们要工作才有地位 在家里被她养的 这个才是地位 在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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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有一个 我觉得一个老婆够麻烦 一生一次的作物 不能不要急 怎么是四个很麻烦 你也不够 比例不麻烦 不是比例的问题 麻烦 不用认为 举四个老婆是好玩的事情 或者这个给男人乱玩的权利 实际上这只是给男人增加的压力 多的主人 四个老婆是四个家庭 你要养 一个是禁忌的养 这个女人和四个女人的孩子 女人会工作吧 不管工作不工作 家庭的主人是男人 因为根据我们这边的传统文化 女人不用工作 男人在外面工作 这样才会互相的 可是现在很多人都欺骗女人说 你们要工作才有定位 在家里被他养的 这个才是定位 真的 这个很棒 你太棒 可是这样不会吃醋吗 太吃醋 女人猛 女人不吃醋 是说明的 所以这个男人没有感觉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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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